《禅》並不是佛門專有的修行方法。 《禅》也不是由佛教開始的。 它的淵源是印度婆羅門教的經典奧爾書所講的儒家。 儒家就是將自己的心識專注於一個境界或一樣事物,可以有效地淨淚自己敏亂的心思,由淹污而達到清淨的境界。 《禅》是印度繁文,翻譯成漢文,《禅》是思維和淨淚的意思。 即是將自己的心識思維活動,加以清淨化,好似污水,通過沙石的過濾,由軸而成為澄清。 《禅》是要去除思想上的束縛,所以是不納文字的。 即是說,修禅的人,不是根據書本文字上所記載的道理去學習的。 因為文字言語是一種思想的束縛,是從分別心產生的,不是本來的面目。 如果依靠言語文字去修禪,就折落了妄想分別的思想體系。 凡是用思想概念文字言語去表達的人、事、物,都不是清淨的本體。 清淨的本性是一塵不染的。 唐朝六祖惠能大師說:「菩提本無樹,明鏡亦非台,本來無一物,何處惹塵埃?」 《禅》是本來無一物的。 《菩提本來巨足,不須要去栽培的。 心境本節照明,不待反觀自照而顯現的。》 修學禪有什麼好處呢? 禪可以令人明心見性。 禪是修心的方法。 雜禪的過程,能夠令你腦部緊張的情緒放鬆, 令你呼吸系統,身體的深塵代謝,產生和諧,身心舒暢。 這些不過是雜禪一時所引起的優良反應。 最重要的是,禪能夠令你明心見性,開啟你的智慧, 最終是能夠令你覺悟宇宙人生的真理的。 《禅宇宙人生》